2022花蓮第10屆台彩威力杯全国少棒锦标赛 在12月3号要开档 花蓮县代表队从今天开始 在光复乡太巴朗国小展开集训 集训的第一天 县长徐正卫亲自到场来 主持也勤勉代表队选手们要全神贯注安全授训 在比赛的时候要全力以赴 威力强棒实在精彩 花蓮加油县长加油 以太巴朗国小棒球队为主的 花蓮少棒联队代表队伍 今天即将展开围棋一个月的训练 来自县内中原新城光复瑞穗 复原以及玉里 总共七所小学 四十一位的小选手们 趋势待发 参加集训你希望能够加强哪一方面 打击 为什么 以前打击都打不出来 所以要在这里更加强 以后比赛才不会怕 就是认真训练 然后不要玩 今天开训县长许正蔚以及各个球队的校长也都全员到齐 为小选手们加油打气 亲自主持开训典礼的县长许正蔚 其勉代表队选手们全神贯注投入积训 希望每一次阿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台彩杯开赛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的孩子充满的自信 而且呢这个信心满满的上场好不好 要听从教练的话好不好 教练第一个要教你们 第一个怎么样合作默契 第二个是怎么样保护自己的身体 而且教练会给你们最好最好的指导好不好 好在这里真会谢谢教练 谢谢我们所有的选手加油为花联加油 迎接2022第十届花联台踩威力杯全国绍棒锦标赛 花联线代表队也全面展开训练 面对今年强敌环四代表队也不敢马虎 从选手训练菜单到战术战绩的运用 代表队选手以及教练团全面备战 球队要加强的地方是在哪里 态度 态度是不是 怎么说 就是落后几分不要放弃 很开心啊因为是第三次参加 然后也希望可以把这个这三次的经验 告诉给没有打过的人 那这次训练的重点着重于在打击 因为打击是赢球的最大的工程 主要之一 那训练的方面也会针对每一位小朋友 不同的能力再去做加强 距离12月3号 威力杯全国绍棒锦标赛开打 仅剩一个月的时间 花莲县长许正薇也亲自主持 今天下午的开训典礼 为花莲县代表队选手 以及教练团加油打气之外 许正薇更期勉选手们安全受训 全神贯注 提升体能战绩 届时开打出赛时 全力以赴发挥训练水准 记者是欲蓝光复采访报道